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早上 来到9月13日星期五 欢迎收睇今晚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独立股评人王伟豪 Raffey为大家分析视频解答投资问题 早上Raffey 早上Irene 市场都是在观望美国快速 启动减息周期 美股星期四反复回升 恒指夜期都升了41点 稍后也会问Raffey 即快下个礼拜议设计 我们如何部署好呢 以及今价又很厉害 从我身高 走势是否都继续强呢 大家有什么股票嫌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借96133819 又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 以及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国公布PPI数据之后 美股反复向好 科技股带领升市 道指平开之后一度跌近200点 但美股市到升最多245点 售市仍然升235点 报41,096点 标指升0.75 报5595点 年升第四日 纳指升1% 报17,569点 欧洲股市亦做好 升0.5-1% 欧洲央行一如预期减息0.25厘 但预警利率维持限制性 欧元反升大约0.5% 而美股指数跌大约0.4% 今价秋升 现货今价一度急升近2% 创历史新高 建议2560.13美元 墨西哥湾近半产量 因为巨峰暂停 企油价格连升2日 纽约企油升超过2% 接着看看焦点美股 Meta Google都升超过2% Amazon升超过1% Tesla升0.7% NVIDIA到重上120美元 收市升近2% 报119.14美元 英特尔跌1.4% 就是表现最差的导致成分股 美光科技租劝商大削 目标价 股价曾急跌7% 收市仍跌超过3% 接着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马百度比港股高0.5% 阿里巴巴和美团升0.2% 阿里折算报83.38美元 美团折算报122.58美元 腾讯和京东跌0.4美元 腾讯折算报371.02美元 网易给本港收市跌0.5美元 汇丰控股ADR 至算报67.62美元 比本港收市价升1% 有邦升0.5美元 至算报55.44美元 而建行跌了0.6美元 接着看今早做外围的市况 马马周暂时美股期货是颈恰运 道指期货41,592美元 升56美元 而亚太区股市方面是个别发展 马其中日经平均指数 36,747美元 跌86美元 南韩股市略升0.1美元 澳洲市升0.6美元 而新西兰股市跌了0.1美元 再看恒指黑期的表现 暂时扩幅稳 升到三十多点 我们先和Rabby谈谈外围的事情 最近都是看着美国经济数据 昨晚最新的就是 新新领域失去救济人数回升 以及8月份的PPI 按年升幅其实放缓了 不过按月增足也是超出预期 情况跟CPI有点相似 至于CPI PPI数据都相计出炉之后 现在好像大家估认着下个星期 减息半年 呼声又原本很厉害 现在已经相对比较弱 究竟我们怎样看 现在少了原念 对市场来说可否解读 现在变正面 因为股市变了又升了 之前大家在害怕经济衰退的忧虑 你觉得有没有淡化 你说这两晚的气氛上是好一点的 但你说是否完全没有一个担心 特别刚才说经济衰退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未完全是淡化的 你只可以说因为其实本身过去这段时间 大家看外围 看美股其实聚焦两样东西 一来当然是害怕经济衰退 二来就害怕衰退之下 要有一个大幅度的减息 这是大家最害怕一开始抵不住的 无论第一口已经减50点了 这是大家过去害怕的一因素 所以你可以说这两点来说 现在有一部分是下跌的 就是说减息的幅度 随着这两万出了CPI-PI数据之后 现在大家估计下星期美联储议息的减息 基本上25点是一个定局 50点的百分比 只是降到10%左右 基本上不会减50点 除非这几天突然有些东西爆出 但这个机会性暂时又不是太高 因为这一套对到下星期中 以识来说的时间 这几天又不是还有什么很大的数据 会影响着这个变化 所以你可以说对于减息的看法就是 会减息 但起码下降 正常一点减息25点 这就叫做互获市场的气氛 所以这就令到整个市场 借势胆一点上来 未必是害怕两样东西 但正如刚才说衰退的忧虑 其实你说是否完全胆化了 其实一定不是 因为如果你真的拉回 因为讲讲看通了数据 看不到是否衰退 但如果再拉回之前的数据 其他的指标来说 其实未只说衰退 但很明显是在慢下来 或者是倾向这个方向 起码经济放缓是最基本的 对 这个是预阻 所以你说是否会恶化衰退 唯有再看一些数据 所以你说这个是否完全胆化了 我觉得是有微的 所以刚才说可能这一刻 比如短期来说 有机会借势胆高一点 因为减息基本上定了局 但过了许息会之后 我想大家又会重新看 实际经济面是如何走 因为其实我想现在 另一个要看息口的东西 已经不是只说今次减多少 或者年底之前减多少 而是去到下年 因为如果大家看下年年底 Fat Fund 来算在三年尾下 两年百多 但现在是整个五年半 樓上的 如果这样减少 减少了两年也多 如果这样计算 基本上每一次都要减少 其實一樣,有沒有這個條件呢? 或者有沒有這個需要呢? 在什麼背景要減減這麼多呢? 這個其實大家都是在看的 因為假設減減這麼多的時間 其實有可能是擔心水腿的一類情況 所以我想短線會是氣氛上好一點 但是你說是不是完全沒有隱憂呢? 我覺得這個就唯有是比較中線的 再看一看吧 但如果我們這樣問,部署方面 因為始終下個星期就是關鍵日子 就是議息 我們美股的倉位究竟是這個時候 因為其實不知不覺 導致在標誌又差一點 跟歷史高位不是差很遠 好像沒有調過 相對納指就是跑輸了一點 但是NVIDIA帶領之下的科技股 好像有一點點回湧的情況 你自己怎麼看? 在這個時候可以增加美股的倉位 還是不是啊? 可能是最後機會大家有個好位走的 你自己會怎麼看? 當然啦 其實就像你所說 你說看標誌 其實歷史頂位差1.3% 其實不是太多 可能隨時1-2萬都到的 的確是你所說的 勢力是強的 亦反映到之前所說的 雖然你看美股這刻 比起早3-4個月前 是多了一些不明浪因素 但始終你沒有其他市場吸收到錢 所以很多時候打完下去 都會買回來的 這個其實大家都說過 而的確也是在不斷出現的情況 但是你說現在的部署是怎樣呢? 我覺得如果你說有機會 例如近期或者8月初那一刻 真的達得比較深一點 那些位置再加 空間會比較大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這些位置再博 我覺得就不太建議入身錢了 即是你說有課 你便遲形保態照拿 但是我覺得入身錢 未必太建議 特別始終你說一些科技股 沒錯是強的 AI 或者Ninfidia 都是上升很多 但始終它們是波動性大 那你說這些位置再加進去 我覺得就未必太建議 因為你真的不能夠完全平衡到 或評估到究竟減完息之後 那個走勢是怎樣的 即是很難說的 雖然大家是覺得是頂局的 但是你不知道的 所以如果你說現在才入場 我覺得就未必太建議 但如果你說有課 我覺得又不算太過負面的 而且近期很有趣 就是看Ninfidia 即是之前那一段 大家未對AI有質疑 就是ROI那件事 即是覺得那個投入和匯報不勝稱比